屏曲 好 我们今天要来上的东西是 Build,Solver,Law 那Build跟Solver是两个人 所以就是你們高三八有沒有學過 B.O.S.A.法定律一下 那下一堂課是 Ampels Law 那我一般在設計課程的時候的精神是這樣的 就是如果這個課程本身呢 有人名的話我就會盡可能怎樣 盡可能用人名來標準 那這個是從以前上應用數學 然後這個到後來的熱統計物理到普務都是這樣 那為什麼盡可能用人名來標準呢 有沒有人知道原因呢 科學家是很寂寞的 他們都已經辛苦努力了一輩子這樣 好不容易做出一點點小小的成就這樣 然後你還要很認真的跟他講說 喔這個叫Current什麼什麼什麼的Law 然後不拿名標上去 他不是一輩子很哀怨嗎 而且所以這是第一件事 就是雖然他們都死很久了 可是可能也不太知道了 可是一般我在課程上 如果可以標記科學家的人名的話 我一般都會標記科學家的人名 這是第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其實也是提醒大家 就是科學的發展 不管再怎麼客觀 其實科學是什麼 是人創造出來描述大自然 那因為他是人創造出來 所以他有時候就會有錯 他有時候會有一些奇特的特性 然後也常常確實留下很多愚蠢的印記 那你在電磁學裡面常常就是偶爾就會發生這件事情 比如說當初定義電子的電荷 最後變成是負的有沒有 就光光為了印那個負號 造成的困惑 那我們為了了解這個困惑 然後在手要多比一下 他要翻過來 然後再包含教科書裡面要多印一個負號 還有你們在考試的時候不小心搞出一個正負號回家哭 跟所有的東西 你把這些所有的努力全部弄下來之後 這確實是歷史上代價昂貴的什麼 的一個錯誤啊 那可是 所以如果 當初先見知名的科學家 或者是弗萊克林在放風箏的時候 或之前在磨皮毛的時候 他們有稍稍的搞對的話 我們今天就不會這樣子受到這種創傷了對不對 我們就應該用左手定律 因為大部分人是右撇子 然後我們電子應該是帶正電 我們帶負電 因為大部分的導電都是由電子來的 所以你可以在科學裡面看到 其實事實上有很多很多這一類 就是說 他是人發展出來的的印記 不要忘記這件事 那就課程內容來講 我們今天的課程內容非常無聊 所以你要從頭睡到尾的話 我也完全可以體會 那所以我們課程 今天我們要講的最重要的內容 已經畫在那個黃色的框框裡面 所以如果你懂了 你就可以開始睡覺了 那這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我恭喜上課的經驗是 我通常講很難的東西 就是概念上很難的東西 欸學生通常都覺得很簡單 我講我覺得非常非常簡單的東西 通常學生都覺得很難 那我教書十年之後 所以我才終於體會到這件事 這是中間巨大的差別是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之間的數學程度 可能有一定的落差 所以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所以 那今天的話呢 其實會用到稍稍多一點點的數學 所以大家就 稍稍忍耐一下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Magnetal Static 進詞學 那進詞學呢 基本上是由 兩個Maxwell Equation來描述 也就是 Curl B 等於 也就是 B fill的旋度 事實上是 正比於什麼 正比於那一點的 Current Density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 Maxwell Equation裡面 有最簡單最簡單的一條就是 Divergent B等於0 也是B的閃度 事實上是0 那這件事情是永遠都是對的 那什麼時候會有Magnetal Static 基本上就是說 如果空間中所有的電荷 要嘛就是靜止 不然的話就是做等數運動 那這時候你就發現 你的Maxwell Equation會怎樣 會Decouple 會變成了 有Magnetal Static 就是指跟B fill有關的 就是什麼 就是J 然後ElectroStatic 就指跟什麼 E fill有關的 那就變成是Charge 所以在這邊其實你可以看到 Maxwell Equation在 如果電課要不然是靜止 不然就怎樣 不然就是做等數運動 那靜止的時候 其實當然就是用Row的地方 會呈現出來 然後等數運動的話 就是會呈現變成是Current Density 那如果你仔細看一下 這兩個之間 就是如果電場跟磁場 就是這樣漂亮的發生的時候 然後你當初很厲害的這樣寫下來 你會不會發現這兩個電磁場之間 應該是有關聯性的呢 所以在這邊其實想要教大家的是 在科學上面 我覺得很漂亮的一些事情是 你平常活在日常生活裡面 你可能並不會發現 呃比如說理學院的學生 跟工學院的學生 有什麼對稱性 通常沒有 那 你最常見的對稱性 如果你是真的很神經病 每天沒事一直照鏡子 你可能發現 我的眉毛就是右邊跟左邊 不太對稱 然後就開始拔它 或是把它畫成一樣 那可能是你唯一就是對稱性對你的 呃貢獻是這樣嗎 齁 對 可是在科學上 如果你今天突然注意到 A現象跟B現象 他們之間有對稱性的時候 通常它告訴你什麼事 它告訴你這兩個現象 本身背後是什麼 應該是同一個現象 所以你可以這樣反過來問你自己 其實在生物上 我們比較常問這個問題 可是你真的可以很認真的問你自己 一個很單純的問題 你為什麼有兩個眼睛 你的眼睛的分佈是完全錯誤的 對不對 我們常常說 欸不要在背後講人家壞話 這就表示你耳朵長錯了 2 years 一個應該是朝前 另外一個是什麼 朝後 所以事實上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正確的做法是 嘴巴應該朝上面 然後一個眼睛長前 一個女睛長後面 一個耳朵長前 一個耳朵長後面 然後你就突然發現 哇這很恐怖 這很像分試在的現場 可是其實事實上 你以效率來講的話 這比較好啊 最好頭還能夠像大法師裡面一樣 就是旋轉 就跟貓頭鷹一樣 那就更完美了 所以把兩個眼睛長成是對稱的 然後有個鼻子 欸居然有兩個鼻孔 然後兩個鼻孔在某程度上也是對稱的 然後在某一個對稱軸上 又長出嘴巴出來 你覺得這是巧合嗎 所以你們可以回去思考一下 所以同樣一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今天是學物理的人來看這樣的問題 跟學生物的人來看這個問題 他可能就 就會有不一樣的看法 如果是學生物的話呢 他可能會直接跟你講說 人就有兩個眼睛啊 如果你眼睛不是長這樣的話 你就什麼 你就不是人啊 就是這樣啊 那這有什麼好問的呢 那那比較深刻一點的就跟你講說 喔那你知道嗎 那是因為魚也有兩個眼睛啊 那魚的眼睛也長這樣啊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是同一個祖先弄出來的 那我們祖先就有兩個眼睛 不然要怎麼樣呢 所以這是比較深刻一點問題 可是真的是這樣嗎 還是你之所以會有兩個眼睛的原因 其實是什麼 其實是Maxwell equation出來的 這樣 So you can seriously think about whether that's true or not OK 我是很認真的在問你這個問題啊 然後 我是絕對不會跟你講答案的 所以你要不要回去想一下這樣 那我們接下來回來呢 就剛才那個問題比較困難 那這個問題就很簡單了 那這個問題就很簡單了 你光光就可以看得到 Maxwell它的貢獻 並不是在把過去 大家都知道的東西 重新寫下來 而是它用一種什麼 用一種一看著就發現 啊這個背後一定是有陰謀的 因為這實在是太對稱了 就你在這邊可以看得到 b的旋度 proportional to j 然後再來是 diversion e proportional to rho 然後這個正比的常數 xµ0 xµ0 對不對 然後在這邊的話呢 1的旋度是0 然後在這邊的話 b的diversion 是0 所以這告訴你說 1跟b之間 事實上是有個 非常非常漂亮的對稱性 那因為這樣一個漂亮的對稱性 其實後來我們才知道 其實電廠可以 generate磁場 磁場可以generate電廠 然後才會有我們下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光可以在整空中傳播 ok so that's a big breath through 那第二件事情是 欸我們同樣一件事情喔 你待會可以看得到 就是說我們同樣去看這樣的一個 equation 我們沒有不同的透視的方法去看這件事 so that's actually a beautiful thing 常常其實事實上就同樣一件事情 其實就有點像瞎子摸像 我一直不知道為什麼蝦子摸像是一個負面的什麼 是負面的一個成語 其實它事實上是一個非常faithful的一個什麼 它一個非常忠實的一個描述方法 所以我小時候常常因為這樣惹上嚴重的問題 就是對 不過我小時候 我不知道有沒有跟大家講過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就好像我 就直接跟老師講說 我覺得瞎子摸像是一個非常中性的 就是所有的人都是瞎子摸像啊 就跟我現在看你們對不對 我看不到黑板啊 可是黑板還是存在吧 除了如果你是念哲學的話 你就說不一定 這樣 對我曾經跟我念哲學系的同學展開嚴重對談 然後我在跟他講的時候 他就說 你怎麼知道你現在沒有在看面的時候 面是不存在的呢 我那時候真的含著一口麵在跟他聊天這樣 然後 然後你在翻書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 你沒有翻到下一頁的時候 下一頁存不存在呢 對 我就跟他說苦沙米喝茶去了這樣 然後不要在這邊想這些了這樣 所以 除非你是哲學系的同學的話 你會這樣 那 我就覺得常常呢 我不知道是腦袋有跟 哪一根筋壞掉了 所以我常常對於固有的成語的認知 跟大家真的是不一樣 你知道我記得我在小學的時候 老師就是 拿什麼 將相本五種 難而當自強 勉勵我們 這樣 然後他就問說 欸有沒有人怎麼知道 然後我就很舉手 你知道 小時候就是成績很好 學一個鼓掌 我就當著大安面跟他講說 後來變成大將軍跟變宰相 你看這對稱 對不對 文跟武這樣 然後 小時候都很美種這樣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在這邊可以看一張 就說 如果你小時候很美種的話 不要因為這樣 感到很自卑 因為你以後 以後還是可以變成大將軍跟 跟宰相了 然後我們老師 可能當場就 還傻眼這樣 對 嗯 然後小時候鬧過很多 很有趣的現象 這是完全展現出科學家的 的 對 的傾向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老師在教人物遠慮必有近憂 這樣 我在下面comment這樣 就是 因為我想到的是憂慮 那我以為這是同意副詞這樣 所以我就說 人生啊 沒有遠的憂慮 就是什麼 就有近的憂慮 所以人生處處充滿了憂慮 這樣 那因為人生處處充滿了憂慮 所以就請大家 不要花時間在幹嘛 在憂慮上面 這樣 就是do something 這樣 然後 嗯 對 我們國文老師應該小時候 看到我的這種 對 對 成語跟這些文字的賞吸 他應該很傻眼吧 嗯 我也不知道耶 其實沒有人教我耶 可是我在看這些的時候 就會忘文生意這樣 所以同樣的事情 其實可以有不同的詮釋 那不過很不幸的是 呃 在我那個時代 對某一些東西 有這樣的詮釋有沒有 是很悲哀的事情 因為考試會考很低 所以我都知道 考試的時候要什麼 寫本 要寫課本的那個版本 哈哈哈哈 對 嗯 那可是從小的呢 呃我對事情就會有自己 呃不同的想法這樣 所以在這邊其實你也可以看得到 好同樣一件事情 可是你可以有完全不同 嶄新的看法 那它是非常有趣的 就好像說 我們過去其實在學 Electrostatic的時候 我們知道其實 Diversion 1 等於Roe to Estroning 你可以有一個看法 這一個看法是 就是因為最容易教 所以你們都是這樣被教的 就是什麼 就酷仁定律嘛 就是你看一下一個點電荷 它產生了什麼 產生的Electric Fill是什麼 也就是說在這邊 你把Roe當成一個點電荷 然後你去把它Electric Fill解開來 那一個點電荷會解 兩個點電荷你就會解 三個點電荷你就會解 三個點電荷你就會解 然後你最後就怎樣 然後高中就停下來 然後大家大學之後 老師就接力嘛 就說 欸一個點電荷可以 變成一個Fintesimo 然後就是積分起來這樣 嗯 對 那其實在邏輯上面 這當然就是一種Approach 然後另外一種Approach 就是我們上次在教的Gauss Flow 對不對 就是把這一個寫成積分的形式 所以你就是要一個電荷 在外面取一個Gauss面 然後它事實上 最後的Flux 事實上是正比於裡面的Chart 對不對 那在這邊其實同樣的 對於這樣的一個Magnetal Static 你當然可以直接猜想 就說 欸我們應該有怎樣 兩種不同的Approach 一種是什麼 一種就是看點電荷造成的B Fill是什麼 那你當然說 點電荷不會造成B Fill 點電荷會造成B Fill 點電荷在動流會造成B Fill 所以你只要知道 一個點電荷造成的B Fill 是什麼 那你就知道什麼 所有的電流都是什麼 都是點電荷移動造成的 所以你就應該可以把電流 造成的B Fill 全部都算出來 那如果你是用這一種 就是說 積砂乘塔式的 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就是BioSafa定律 那當你人生如果常常是 積砂乘塔式的 去看事情的時候 你要記得一件重要的事情 你要學會什麼 你要認真的學會積分這件事 因為積砂乘塔最嚴重的事情是 我們大家都知道 積砂不一定會怎樣 會成塔 就你把積分寫下來 跟會把積分積出來是什麼 是兩回事嘛 對 所以你人生如果之後 目光如鬥到子 學會就是 啊我現在就看 中午我要幹嘛 然後中午晚了之後 就問說我晚餐要吃什麼 晚上到了就說 欸我消夜要吃什麼 消夜完之後就說 欸我今天到了要幾點睡覺 結果如果人生是這樣的時候 那你就要記得一件事 你在學微積分的時候呢 你就是把微分學得很好 好吧 你完全知道你那個 函數的斜率是多少這樣 那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微分是很智障的東西 微分很好 就很簡單就對了 積分是比較難的 所以 如果你人生是這樣過的話 You might be You might ask yourself 就是你把這樣的人生 一路積有沒有 從18歲積到40歲 你要不要猜一下 就是那個積完之後的結果 是什麼這樣 所以在同樣的 必有三法定律 它的好處是在於 是actually pretty blind 所以你只要知道 這個segment長什麼樣 你最後就可以把答案算出來 那接著我們在下一堂課 下一堂課是禮拜四 對 那我們會叫 impulse law 那impulse law就是說 你取一個loop 那你會發現它其實 就跟gauss law一樣 它是用一種 比較宏觀的方式去看東西 那宏觀的東西去看東西的好處 就是在於 欸你又不會局限在局部發生什麼事 可是宏觀去看東西 最後常常會發生什麼 就定律很漂亮 可是怎樣 可是很難用 對不對 就像大樹法則很漂亮 可是我猜你們大部分都不知道 它能在幹嘛 對 對 對 好 有人在私底下偷偷問說 大樹法則是什麼 這樣 我們這棟建築物裡面 有一個機構叫物理系 不然叫學會系 對不起 對 大家可以去修一下機率論這樣 其實事實上 在目前的這個社會底下 我會覺得我們必修課程 其實沒有真正的好好的update 就好像說 大一是不是都要學服務呢 我覺得其實這個是可以很認真的 就是思考一下 其實其實我覺得不見得啦 尤其是就是如果 呃物理系老師沒有認真的去思考一下 就服務要怎麼教的話 其實事實上 呃 不見得每一個人都要修服務這樣 就是你 你會解一堆F等ML是要怎樣的 對不對 那很悲哀的是 你們學到那個就是 就是 繡花枕頭 在我們專業的物理學家看起來 就說真的你 你 你不會學還比較好一點 就你有用到的時候 我就自己教你就好了 就你學到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就為了方便教學 學到奇怪的東西 我為了教你 我還要把原來的東西打散 其實那是更困難的你知道嗎 嗯 所以就是說 其實我我也會蠻希望大家在大學的時候 很認真的去規劃一下自己 真的必修的版本 那我如果是現在的大學生 我一定會覺得在科學的知識上面 生物是什麼 是必備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世紀是生物的 的世紀這樣 你喜不喜歡是 是你家的世 如果你以後要想 稍稍號稱一下說 你受過科學的訓練的話 You need to know a little bit of biology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是關於統計跟紀律方面 其實 You got to know this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在你們現在的社會底下 其實衝刺了各式各樣統計上的資料 所以你不懂這件事的話 其實你根本不應該跟你自己講說 你有理性的光輝 你可以去問一下你自己嘛 就是你去小七買咖啡 最後會踩到雷的機率是多少 小七的咖啡事實上不是每天都一樣 小七的咖啡事實上不是每天都一樣 對不對 那你可以去問一下你自己 就說 為什麼你就會addict to this 那當然有些同學不要 家裡比較有錢 他就addict to更貴的 starbucks 對不對 那 然後或是starbucks 旁邊有一家有茶室 他也很好喝 就住如此 你可以去問一下addiction的發展 是怎麼出來的 所以他其實不是只是生物上而已 而是在統計上那個東西必須要有一定的fructuration 那樣的fructuration是什麼 那這是為什麼剛才就有同學說 那大術法則是什麼 那我會覺得說 其實像這一類非常基本的統計上的知識論 不懂的話其實是蠻可惜的這樣 OK 那所以大家可以回去就是思考一下 就是說你真的覺得大學其實一定要學到什麼 好吧 我反倒覺得其實卜物跟卜化 不見得是一定要學的 那你說微積分是不是一定要學 我覺得是啦 因為你不學微積分你知道嗎 你根本沒辦法了解近代科學 因為近代科學的語言都是用微積分去鋪陳的 所以如果你不學微積分的話 那其實我是覺得你就不用來上大學了 嗯好 我是很真心的這樣覺得啦 那 你知道為什麼 近代的哲學後來沒有辦法再跟上來 你知道嗎 沒有 因為在之前的哲學家 他們是懂科學的 因為在之前的哲學家 他們是懂科學的 當哲學家自外於科學發展以後 就沒有人理他們了嘛 就你連這個都不知道了 你號稱你知道宇宙所有的東西 那你就哈哈 你笑死人了 就 對 其實事實上我覺得這是很悲哀的 我是很認真的跟你講這個 所以如果你其實對於這一類 Fundamental 的東西有興趣 你要自己的一件事情 就是 你在大一其實最重要的課程 不是普悟也不是普化這樣 是微積分 因為那真的是入門的 的門檻這樣 你不懂這個東西 其實你根本不知道 這世界上一些 sincere mind 在幹嘛這樣 OK 就是很真心的想要了解 宇宙發生什麼事的人 他們目前鋪陳出來的語言 最低階的就是微積分 那你跨不過這個門檻 其實你永遠不懂他們在講什麼 OK 好 所以呢 這是今天最重要的精神 當然最後跟 Maxwell 廣告一下 就是 你看喔 我們從頭加到完之後 我們偶爾會超出 Maxwell equation 的範疇 對不對 那是什麼 那就是 spin 那就是你文具店買得到的 就記得這件事 那除了這以外呢 那除了這以外呢 其他東西其實都是在 Maxwell equation 底下 所以它很值得你學一學這樣 好不好 好 目前有什麼問題 應該沒有任何問題 啊你居然可以有問題 太感動了 好請說 好 E 的 divergence 跟 row 那為什麼要說它的平行 E 的 divergence 跟 row 的平行 我在哪裡有說它們平行嗎 你說開始的時候 你不是說它平行 它的平行 它平行 我沒有這樣講吧 好 好 我是說在思緒上面 Electrostatic 跟 Magnetostatic 是 是 是等下的 就是說 你連它們的拼法都很像 對不對 你看後面都是 Troll statics 就是都是 好 對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像這樣 好 我指的平行是這個 不是真正向上的平行這樣 不過這是很好的一個觀察 你可以看到為什麼 就是靜電比較容易 因為靜電主要產生 Trivial result is actually the scalar fail 那對於詞來講有沒有 it's intrinsically a vector fail right and source is a vector 所以這是為什麼通常詞是比較困難的 如果你有感受到這樣的困境的話 這是正確的 嗯 好 好 有問題 還有其他同學有問題嗎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呢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好不好 一個Charge Q 速度是V 它就是一個最簡單最簡單的一個Current 對於這樣的一個Current 它產生出來的 Megally Feel 是會長什麼樣子 譬如說 你如果今天很好奇 就這樣的一個R 在這裡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 就在這一點 它的BField Apparently should be a function of R 它應該等於多少呢 then it turns out 在這邊的話 這個可能只有你在我的課裡面才會看到 嗯 我把這個叫B of alpha定律這樣 沒有關係 他們是等價 大家就會看到比較正常的版本這樣 所以在這邊的話 這裡的BField是多少 這個BField是這樣的 B of R 這台Mu0 除上4Pi QV Cross R head Divided by R square OK Pretty terrible looking 所以要稍稍解釋一下下 R的話呢 是指這裡的這一個向量 那這個在酷冷電流已經出現了 希望不是太震驚 那R head的話是指在這個方向上面的什麼 的單位向量 所以你可以這樣去看 這一個單位向量其實只是幫助你鑑別 就是BField最後出來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R head是往這個方向對不對 V是往這個方向 V cross R head 是多少 4 在這個case底下的話 它是朝黑板裡面 So you have a BField who's basically pointing in 好 那因為這個其實很難記 所以通常的時候 這時候你可以拿出你的右手出來 就Cross其實也可以用右手 去決定 就是這個B是長這樣有沒有 就是這樣轉一下 你知道嗎 然後你就發現它是往下的 那也是對的 所以就看你自己的習慣 不要不要忘記了 就是這個BField的方向的來源 事實上是什麼 是由Other product出來的 好 所以在這邊是V cross R head 不是R head cross V 那有些課本是寫V cross R 然後下面變成R三方 我是覺得那是造成困擾 我們這樣寫的話 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是 你發現什麼事 你發現 它也是1R平方Low 對不對 這樣的話你就發現 磁場跟BField其實是差不多 它只是多了什麼 它只是多了一個很怪異的 V cross R head annoying factor 所以我個人的習慣通常是 我在算磁場的東西的時候 我建議你們其實應該先把方向決定出來 那如果可以把它畫成存量的時候 你就把它畫成存量 所以就是說 把它當成是一個向量 那你向量有兩種不同的解決方法 一種是什麼 向量 把B X B Y B Z都怎樣 都算出來 在只有很很罕見的情形底下 這會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在大部分情形底下是什麼 是一個向量 所以它只有方向跟什麼 大小 所以把方向決定完之後 然後去看一下大小怎麼算 一般那個的話會是比較好的方法 好 所以在這兒 那這個寫下來之後 這有什麼神奇呢 這很神奇這樣 不知道各位同學在這兒有沒有看到 酷仁定律 這就是酷仁定律的變形這樣 好 所以 Bio Salva's law is actually closely related current law 然後你再去想一下說 Bio Salva's law is generated b field generated by a moving charge current law is the electric field generated by a point charge 所以你就突然發現 這兩個中間怎麼會有這種關聯性呢 所以我們要把這兩個關聯性結合在一起的話呢 只要去把課本裡面的常數抓出來查一下就好了 so you basically just grab a textbook very thick ok and look it up and you realize 我們有兩個常數 一個是 一個是 對不對 對不對 and amazingly enough you found mu 0 times f from 0 times c square actually equal to 1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等式 本身告訴你的 好玩的地方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manetic constant right 這一個是什麼 是 electric constant 然後c是什麼 Einstein應該在牆上很得意這樣 對 c是 speed of light 然後你就突然發現 人生又很悲劇的這樣 為什麼 俠一箱多人又要出來了 對 所以 nextile equation 一整個就是 對 就是跟俠一箱多人是 是糾結在一起的 所以你在這邊其實光從常數就可以看得出來 wow bopbopbop 這事實上是連結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來改寫這個公式 好 於是呢 一個moving charge 它造成的 一個moving charge q times v 我們剛剛已經知道了 在r這個地方對不對 它事實上會產生什麼 會產生一個b field 然後它在這事實上也會產生一個什麼 假設q是正的好了 它會產生一個什麼 electric field 那這兩個 有個很簡單很簡單 超簡單的關係是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把那個東西 b of r 把mu0先改寫掉 所以mu0的話事實上是說 f0c平方 所以它有個4pi f0c平方分之1 然後再來的話是後面的 對不起 qv cross r hat 除上r平方 然後把場數搬到後面去 然後這個留下來 所以它就變成v 除上c平方 cross 4pi f0r平方 然後qr hat 然後仔細認一下 希望你沒有忘記了 q除上4方 f0r平方是什麼 就是一個point charge在這裡 根據酷能電率產生的什麼 electric field 然後你發現了 哇 它就是什麼 然後 你就發現一個point charge 產生出來的electric field 跟產生出來的b field 有怎樣 有個非常非常簡單的關係是 好像感覺是說 欸我如果在這邊產生電場 然後它在動的時候 那它產生的b field是多少 就要 幹單 你就把速度怎樣 cross e 然後再除上 然後單位不對 然後就把它除上c平方 這個單位就對了 耶 然後就出來了 好 那如果你還記得我們之前其實在學那個 在moving frame底下有沒有 發現b field會不見 然後它會產生什麼 會產生一個electric field 你發現那個關係是剛好倒過來 那剛好是e等於負什麼 負v crossb 所以你就突然發現了 其實當jack and jill 他們就跑來跑去 然後同樣去看同一個電磁現象的時候 有些人呢 會看到電力的現象 有些人看到磁業現象 有人看到電磁的現象 那事實上他們都應該是同一個現象 所以在這時候就告訴你一件事情 你古典上面 誤以為galelian transformation 只是錯一點點啊 我不要動那麼快就沒事了 這件錯誤的概念有沒有 是完完全全的錯誤 因為如果你們過去學的galelian transformation 是對的話 你的手機就不會發出電磁波了 那還有比這更嚴重的事情 如果galelian transformation是對的話呢 我們沒有電磁波 其實你沒有手機可能 好啦 你們現在可能會覺得會死掉 其實還有更嚴重的事情是 太陽光其實不會穿越真空 跑到地球上來 so in principle 就算我們活著 我們應該也是用這種 非常奇特的方式活著 不會像現在這個樣 ok so a planetary that's very very important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在這邊 稍微update一下 就是很抱歉 你需要launch transformation 才可以快樂的活在這裡學服務這樣 雖然你覺得這件事情很痛苦 好 所以這次有關於E跟B之間的關係 不知道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嗎 有問題嗎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接下來就把這樣一個關係式 畫成就是你一般在課堂上比較常看到的關係式 好不好 畫的方法其實還蠻簡單的 因為一般其實你不太常看到真的一個 point charge 你看它是一個電流對不對 i 然後可能呢 你就說我這一小段有個 dl 然後我想要問的是說 在這一個r的地方 它會造成一個什麼 一小段電流當然就造成一小段的db 那想要去問一下說 那最後這一整個 所有的電流造成的b fill是怎麼算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當然是把積分搬出來 所以積分在只是寫下來的時候是很簡單的 所以這個概念就是說 我今天有一個導線 那最後它這個導線造成某一點的b fill 怎麼算 很簡單 就把每一段造成的b fill怎樣 每一段造成b fill就是db 然後全部把它用積分積起來就好了 so that's very simple 那接下來當然是問說這個db怎麼算 那去看一下db是由這一小段dl造成的 那如果根據我們之前學過的是說 這裡其實應該是m0除上4pi對不對 然後這一小段dl會產 會有一小段的什麼電荷dq 然後它是用什麼 某一個速度v在運動 然後cross這個r head的方向 然後再除上什麼 除上r平方 就好了嘛 那可是這個好像看起來跟你的課本不太一樣 因為課本不是這樣寫的 你課本是寫成m0除上4pi對不對 然後再來是什麼 idl crossr head 除上r平方 given the fact 你把兩個expression比一下 發現m0除4pi一樣 r平方一樣 crossr head一樣 所以很顯然你現在需要 要證明的只是什麼 只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 就這一小段 可以被想像成是 它有帶一點小小的dq 然後它有個速度v 那這個東西 是不是等於 這個導線上的電流 再乘上什麼 那小段的 一個位移向量 就是這樣 所以你要證明的其實只是這個黃色的框框 好 那接下來就變得很單純 那證明這個黃色框框還蠻簡單的 因為我們已經有學過了 在一條導線上面 當今天這樣在跑的時候 你注意到第一件事情是 這一個速度有沒有 跟這一小段的dl 事實上是什麼 是平行的 那因為是平行 所以告訴你v乘上dl 就等於什麼 就等於v乘上dl 所以這次很棒 就是當今天有兩個向量有沒有 那我寫v的時候 這一個是什麼呢 縮寫 這個是v向量的 絕對值的縮寫 好不好 那dl的話呢 是什麼 就是dl向量的什麼 的值的縮寫 那當兩個向量平行的時候呢 他們就交情很好 所以向量的帽子 就可以借戴一下 所以就很棒 就一個向量戴帽子又沒有 這樣就借他 這是一樣 那當然原因很簡單 原因是帽子可以變成單位向量 然後就變成兩個都沒戴帽子 那兩個都沒戴帽子 你要換給誰 然後又把單向弄 弄回來就變成向量 所以這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接下來的話 那everything become rather trivial 因為dq是什麼呢 dq事實上呢 就是那裡的線密度 乘上dl 然後再乘上v 那dlv呢 就用這一個 所以可以這樣 就把它換掉 所以它換成lambda v 乘上dl向量 那我們過去其實已經學過了 一個導線上的線密度乘上的速度 等於什麼 就等於電流 所以那就是cern 然後再乘上dl so then basically dq times v 所以在這裡 一小段的 這樣的一個導線 也有兩種不同的看法 你可以想像說 它上面帶了一點點的電荷 然後它有一個速度在動 你可以倒過來這樣想 你就想說 它上面其實有電流 然後怎樣 它是一小段的貢獻 and they are equivalent 那既然它們是equivalent 那既然它們是equivalent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們直接寫下來 所以 你最後就會得到 bill solve a law in more common form 就你會得到比較正常的形式 好吧 所以在這邊你就會得到了 對於一條導線 這邊 這如果有一個dl 在這兒是r 這裡的bill是多少呢 這裡的bill 它就等於一個積分 db 然後就等於 對不起 mu0除上4pi 積分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idl cos r hat divided by r square 所以你最後其實得到的是這樣的一個 向量的積分 so remember that this is actually a vector integral 那通常呢 它是 要計算是 是很困難的 所以意思就是上次要乖一點 不要一直在火老師這樣 不然 老師要隨便出一個 這個 你就可以算到 很悲哩 我在哭這樣 嗯好 OK 有什麼問題 好壞喔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呢 那我們接下來當然就 開始來算一下 簡單的例子 好不好 有問題嗎 所以在這邊你應該學到的兩個事實是 第一個 就是一個 moving the point charge 它其實造成的b fill 跟它自己本身造成 electric fill 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關係是 基本上就是b cross e 在除上c平方就好了 那 given the fact electric fill 跟b fill 兩個相處之後 剛好是什麼 剛好是個速度 然後全世界裡面有個最自然的速度 就是什麼 就是c 這件事情就告訴你 b跟什麼 b fill跟electric fill 通常是什麼 是非常非常有關聯性的兩個場 這樣 他們其實不應該被分開來看 這樣 那你現在覺得也大概可以知道 為什麼在過去的時候 辭學跟電學沒有那麼嚴謹的被兜在一起 因為辭學被我們人類發現的時候 是很好笑的 就是我們的辭學事實上是有比較古典的版本 跟什麼 比較量子的版本 然後在量子力學 還沒有一個影的時候呢 人類就發 發現了什麼 發現了他的磁力 也就是我們發現磁力是先從什麼 磁鐵來的 然後那個磁鐵的磁力是必須要有量子力學才能夠解釋的 所以這是發現跟理論發展的錯誌 所以才會造成電磁現象比較晚才這樣 才被合在一起了解這樣 ok 對 那這種事情其實在科學上 還算滿常發生的 It's kind of fun 那接著的話 我們就用必有殺法定律去看一下 一條直線 會帶給我們什麼樣的結果 那我們當然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們過去也有學過一條直線 它其實造成的Electric Fill是多少 So right now What we want to do is that we put out a while and with the current i 然後在這邊的話 I set the convention right 在這邊的話 I是往這邊 然後這裡的話 I call this distance D 然後這一條導線 是DL上量 然後這一段距離是BioSafa定律的R 對 在我這邊的話 我筆記裡面其實寫R的話 都是直接這個跟這個 我盡可能不要confuse 然後我用的convention應該是 This is probably Y OX X 所以這個是Y 所以這個是Z 所以我們就做這一件事情 所以首先第一件事情是 當你今天看到這一個 反正人生最困難 就跟我寫筆記 你們猜一下 呃 一般上來講 我寫筆記第一頁 你們要猜一下 通常是它 就是你們看到的版本 第一頁通常是寫的 第幾次才 才會留下來 第四次這樣 好 所以就通常寫一寫 寫到這一行就覺得 呃 怎麼卡住了 就是 呃 或者是寫寫寫到一半 突然發現自己也好醜 然後當你很醜的時候 你可以怎麼做 你可以把你眼鏡關掉 啊管他的 就繼續寫下去 呃 可是我就受不了這樣 我想我都已經要花時間寫了 他至少要我自己看得順眼這樣 所以為了避免自己難過 通常我如果寫寫寫寫到這 然後我發現這很醜 我寫不下去了 你們猜我會幹嘛 飼料 哇飼料太暴力了 我是很溫合的人 哼 飼料 是嗎 飼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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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坏掉这样 这样你就不会再犹豫了 因为你如果把它留着换一张 然后你在写的时候就会觉得说 我写了好像没有跟这样 你就会比较这样 那你大脑就会浪费时间再比较 所以我如果看完 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我要的 就没有达到我的品质 我就会直接把它涂掉 就是画几个 所以我老婆常看我做这种动作的时候 觉得你觉得你很恐怖这样 好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那不是笔记 是你的话 这样看一下 这个学生 土屌 这样明年 明年再见 这样是不是很恐怖 对 要记得一下 你们老师很恐怖 虽然他觉得这门课一点都不重要 可是 对 他很恐怖 好 所以在这 这是I 然后如果你去比一下的话 会发现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这个B field本身有没有 是怎样 是沿着Z direction 可以看一下吗 这是DL 然后这是R 所以DL Cross R 是往外 所以你发现所有的Element 都是什么 都是沿着Z direction 所以在这边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 就是发现Observe 你的B field是上是等于0 0 B YES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 一旦发现了这件事情 接下来剩下就很简单啦 那你的B field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每一小段 G起来就好了 那就记得一件事情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在Z direction 所以在这边后面不需要做任何的修正 你就把它全部加起来就好了 不用做投影啊 干嘛啊 什么什么的 那每一小段的db是多少呢 每一小段的db根据刚刚这个公式 就是I 对不对 我跟你讲 你不会写的时候就是怎样 就把公式直接把它写成纯量式就好 就是IDL再除上R平方 这样你就会很安慰这样 然后接下来当然就知道说这是错的嘛 所以要修正一下 因为这事实上 D L Cross our hand 其实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D L在乘上 某个方向 对不对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知道这是Z方向了 所以这两个乘在一起之后 你从这里可以看 这个D L跟这个 中间不是加了一个什么 θ角 所以它们事实上有个sinθ 所以在这边其实就是会有个sinθ 这sinθ就是由Cross来的 那你就写完了 所以到这为止 基本上物理就结束了 所以剩下来是什么 剩下来是数学的问题 那我们就 那这个解法有很多很多种 所以在这边的话就稍稍提供一下 一个简单的积横的方式 就是这样 好不好 所以我们要做的 其实基本上就是做 适切的变数变换 所以我们在这边做的是 我决定用角度来看 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 这是D 这是R 所以事实上呢 我们现在要把所有的东西 会动的东西 全部都换成θ的函数 所以你会用到R 那R的话是等于什么 R是等于 因为R乘上sinθ 就等于D 对不对 所以它是等于D乘上什么 对一般来讲 是我们很避免用的三角函数 就是Cross 7θ 就是One rule sinθ 那这一个的X的话是 这X的话 你既然要表成θ的函数 你是要用小R 还是用大D 还用小R 你这个Y就是会动嘛 你还用小R 然后θ也在动 然后R跟θ有关系 这是画减吗 这是画凡啊 好 对 所以你要用D这样 那 因为D除上这个 然后这又是负号 不要忘记X是这个方向 所以这个 这一段的距离是多少 负X 所以事实上X是等于 负D Cotangin θ OK 所以就是长这样 那 当然我有在另外一个版本的笔记 把这个定义成另外一个θ 所以这里就是正常的 就是second跟tangin 可是我后来发现那不太好了 因为一般的话 这个θ还是有它原来在公式上的什么 的重要性 它其实告诉你是什么 是你那个atman跟R之间的夹角 这样 所以我在这边就不为了代数上的方便性 去做这样的扭曲 于是你就必须要稍稍知道一下 这长什么样子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 在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 因为我把坐标准全部都引进来 所以这个dl是多少 这dl就是dx 所以在这你只要学一点微积分就好了 所以dx是多少呢 dx就等于负的d 对不对 再乘上什么 只有它会变嘛 所以只有它需要取d 那cortangent的d是多少 是负的cosecond平方 然后负负就得证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 所有事情最后都会很顺利 所以它就是d乘上cosecond平方θ 再乘上dθ so that's great so you know everything so b field then becomes a integration 这个的话呢 把它带进来 i乘上dx dx的话是d在乘上 cosecond平方θ dθ 然后后面呢 还有个sineθ 那下面还有个什么 r平方 r平方是多少 d平方 然后再来呢 cosecond平方θ 然后最后呢 我写错了还没人提醒我 这再算b field 就是前面应该怎么样 有个常数啊 所以这里应该要有个μ0 除上4π 然后接着就是快乐时光 就开始消消消消消消 就是cosecond平方 cosecond平方就消掉了 然后这有个d 然后这有d平方 所以你最后呢 就可以把所有东西全部都提出来 你就发现那个积分还很简单 所以这一个积分的方式是 当然就是回去之后 对了 在这边要提醒大家一下 你可能上课上的很快乐 你会上课觉得说 哇真是天中英明 这样弄的 然后最后出来的 那个积分就变得很简单 但是因为这个积分有三四种不同的算法 这样 我是都算完了之后 我再选择什么 就哪一个是最适合教学的 所以如果你误以为人生都是这么简单 那你就完蛋了 要记得一件事情 就你看的是 是人生的成功版本 那你自己在考试的时候 不一定会看到这个 这个成功的版本这样 那你就一整个很悲剧了 所以这μ0i除上4πd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积分从1g到2 就是从这一端 1g到2 好不好 那你把它积完之后呢 它其实事实上就是 sine theta d theta right? so sin theta d theta after integration that's minus cos theta 然后从1带到2 它因为是负的cos theta 所以你把它积完之后 就是把cos倒过来写就好了 所以是μ0i除上4πd 然后倒过来 就变成是什么? cos theta theta 1减掉 cos theta 2 那这个 就是一条长直导线 如果你今天用 Bill Saver's law 最后导出来的结果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其实为什么我常常 就是还是跟大家稍稍再重新的强调一下 就如果你其实对于 发展你人类理性的光辉 有一点点兴趣的时候 其实不要整天没事去跟大家再变来变去这样 那个不会让你理性光辉增长多少 学点微积分 反而会比较有帮助这样 OK 然后有空的时候可以把微积分用在这个上面 那我们现在其实就可以看得到说 哇哦 这么简单的一个答案 这么简单一个答案 是可以怎样 是可以用这么恐怖的 这个vector integral弄出来这样 因为它其实就告诉你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在这一点的bV有多大 你就很简单 把1跟2这样画出来 θ1是这一个 θ2是什么 不是这一个 是什么 是这一个 对不对 所以如果当这个很大的时候 其实你知道θ1其实是很小 所以是给你一个正的值 θ2会很接近π 会给你一个负的值 所以事实上两个是加在一起的 那我们下一堂课就会看一下 当你在infinite wire的时候 vector solva's flow 会给你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然后我们再应用这样的结果 到其他的地方去 好不好 谢谢